来看到华联市的这一名男子缺钱花用 竟然就对路边停放的工程车 冻起了歪脑筋 直接跳上车就开走 准备变卖车上的工具线材 而途中还发生了车祸 肇事逃逸 而华联警分局在接获通报之后 立即启动了英言小组联合行程分局 在短短不到三个小时之内 就寻回了失窃车辆 并且将涉案人弃不归案 穿着蓝衣短裤的中年男子 在花莲市中华路上闲逛 突然打开车门跳上电信工程车 直接把车子开走 不料车子开没多远就追撞前车 妾贤担心司机败露肇事逃逸 没想到把车开出花莲市后 妾贤又将工程车弃至路边 马上又偷了一台蓝色小货车 下手行窃的阳性男子 所有犯罪行为通通都在警方掌握中 你去看他犯人答案 你再不看我 不是这台而已 我这台砍后就去砍一台 这台过来一台 你几台过来啦 你刚刚先开局设那台再换这台是不是 走身转 你设前切大案 该写与本所辖内窃车造势后 又于新城分局辖内再次查状路边停放车辆后逃逸 并在周遭二度窃取其他车辆 后经本所与新城分局同仁到场 共同气货该写 被逮的52岁黄性男子原本就有多项毒品前科 17号中午锁定停在路边的电信工程车 打算得手后变卖车上的陷材 警方获报启动鹰眼专案 调阅周边监视器 持续掌握窃贤行踪 最后在花莲县新城乡 趁着窃贤准备换车 下手行窃另一部小货车的时候 远己上前将他逮捕 全阿姨窃到罪 将杨姓男子移送地检主侦办 下手行窃货